學者展望2024年稱,反叛隨時出現 謝金賀說,取消兩岸經濟架構協議 ECFA毫無影響 日本轉讓武器給美國,專家譚利弊 北京10月創72年來,連續低溫記錄 今年最富有國家排名,台灣第14 前印度央行總裁說 中共可能對台採取行動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兩岸新聞 我是芬妮,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25日 在這裡祝各位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下面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2023年中國經濟失業海嘯,以及官場巨變 雖然眾所周知,中共官方經濟數據嚴重參水 但造假都無法掩蓋中國失業率 在今年雷藏新高 於是在8月官方宣布不再發布青年失業數據 10月24日,《華爾街日報》發文表示 官方將失業數據隱藏,並不代表失業者消失了 很多民企經營困難,唯有倒閉關停 導致失業人口繼續 很多中國人不敢告訴家人自己失業 唯有躲在不用用錢的圖書館 36歲的秦小姐告訴《華爾街日報》 她失業已經超過兩年 投递超過百分簡歷 但只是獲得兩次面試機會 還都是失敗告終 秦小姐這兩年來 每天都在上班時間前 到北京圖書館 一邊準備考碩士 同時也能避免找工作的壓力 秦小姐發現 最近有越來越多 跟她年齡差不多的 甚至更年輕的人 也開始在上班日出沒圖書館 即使大家都沒有聊天 但也有默契知道大家失業 大量失業人群湧入門檻較低的網約車市場 較早前中共交通部的數據顯示 6月1個月內 有超過20萬新司機入行網約車 這令網約車每天接單量降到10單 7月數據顯示 網約車註冊司機人數突破1億大關 每天有超過2萬新司機入行 同樣每天註冊外賣員的人數也超過2萬 競爭這麼激烈 令中國網民質疑 捲生捲死的司機 外賣還有未來嗎 前中國記者趙蘭健發問說 如果1億人開網約車 每天還增加2萬司機的數據是準確的 這樣是害人聽聞 有可能引發更大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 接近十分之一的中國人在開網約車 買一輛車帶來的經濟投入回報 已經低過用一輛單車來送外賣 經濟學少有的怪異現象 幾乎全部都湧到當下的中國 觀察人士早就警告 就業問題可能引發中國社會危機 與此同時 中國官場的政治危機今年以來 也一直激化 巨石智庫創辦人吳逸君 在上報發文說 2023年度中國熱詞應該是消失 這個現象出現在不同領域 被消失的人還都處於高位 吳逸君列舉 今年消失的名人包括 死因受質疑的李克強 人間蒸發的秦剛 李尚福和魏鳳禍 還有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 前軍頭李玉超 徐忠波 劉光斌 居乾生等人 據傳 日金火箭軍至少有70名軍官被捕 而且未公開審訊消息 吳逸君也提到劉亞州 和中國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劉錫荃等軍工系統 多個掌門日 吳逸君說 針對這些消失的中共黨政官高官 中紀委沒有按照慣例發布相關消息 也沒有任何一家中共媒體感報導 除了軍政界 中國上市公司今年至少有十幾個高官被消失 經濟學人近期斷言 隨著中國經濟下行 更多企業可能破產 不少老闆恐怕也會跟著消失 吳逸君最後說 中國軍政產官 學研各界精英 超乎尋常陸續消失 另外 沒質疑習近平政權 或正對國內外各界展開 史太林式大清洗 對於2024年中共政局走向 旅澳學者袁紅兵日前對大紀元分析指 明年將繼續出現 和今年類似的諸多政宿事件 習近平現在只能靠超級感依為式 高科技無章的特務統治來維穩 但他要求所有官員 絕對忠誠是不可能做到的 據中共體制內人士透露 現在中共官場中 私底下人們在嘲笑 蔑視習近平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 反叛事件隨時有可能出現 中共在台灣大選前三星期 宣布明年起終止12項石化產品的 兩岸經濟架構合作協議 ECFA關稅優惠 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賀連日黎 就此事作出分析 台灣黎智協會12月23日 邀請謝金賀 分享變局中的台灣經濟 謝金賀認為 從台灣貿易佈局來看 對大陸的貿易佔比一直在下跌 台灣對美國的順差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來自東協的接單超過中國 與此同時 中國經濟急轉直下 供應鏈移轉 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已經減少 但中國對台灣的依賴反而上升 另外 謝金賀說 台灣對中國的出口 主體不是以CFA的石化、紡織、機械產業 而是半導體產品 但中方的霸凌式彈牙始終不敢針對半導體 也遞顯中國對台灣的依賴 超過台灣對中國的依賴 之前兩天 謝金賀接受鏡新聞採訪時也說 ECFA的價值 在於是兩個互動敵意或善意的指標 但實質衝擊非常小 中方中指12項ECFA對於台灣民生一點沒有影響 謝金賀也說到 台灣和ECFA有關的產業包括房積、石化等衰退的幅度超過30% 早就呈現疲態 在今年台股升幅驚人的狀態下 台數、台化、中降等股價就創下伸低 說明這些產業在早修清單下苟然殘存 因而喪失競爭力 或者去掉ECFA的奶嘴 大家才能獲得重生 日經亞週23日報導 日本決定轉讓外國者防空導彈系統給美國 以補充美軍庫存 有官員和專家批評日本次舉短視 有可能提升台海衝突風險 但亦有觀點指 長遠來看 日本這種做法是有利的 日本應美國要求轉讓外國者導彈 為此日本22日宣布放寬武器出口管制 不過日本防衛省強調 這類武器不會混亂交戰國 這次移交的目的是美國 美方如果要移交給第三國 需要獲得日本同意 就算如此 只要美國庫存獲得補充 就能更自由地均衡烏克蘭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 此舉確保美軍和日本智慧隊密切合作 有助於日本和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但美國國防部負責戰略的 前副助理部長歐巴吉認為 日本犯下根本性錯誤 歐巴吉強調 亞洲必須防是第一位 而不是歐洲 卡奈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 卡雅納也批評美日這項移交導彈的決策不可取 認為目前日本沒有足夠防空能力來應對共軍 華府智庫史丁生中心資深研究員 格里科就認為 從長遠來看 日本向美國轉讓武器 可能為兩國在台海衝突中 採取類似行動立下先例 也可以刺激美日聯合生產武器彈藥的能力 而美日之所以移交導彈 可能是總統拜登上個月 匯悟中共黨魁習近平後得出的結論 認為共軍短期內不會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 北京由12月11日至24日氣溫持續 三百多小時保持在攝氏寧度以下 暢夏繼1951年以來 12月北京最長連續低溫紀錄 北京日報24日報導 下週2點50分 南郊觀像台的最高氣溫終於回升到冰點 至此風、雪、寒流持續低溫已經示弱 北京近半個月 北京氣象局說 寒冷持續了整整兩個星期後 下週氣溫會穩步回升 這是1951年有完整紀錄以來 在12月期間北京最長的連續低溫 北京氣象高級工程師 尹趙人解釋說 北京寒見低溫持續較長時間 是因為有大量冷空氣源源不斷到達 甚至冷空氣南下到廣州 令廣州氣溫寒見降到零下 知名財經月刊全球金融雜誌近日公佈 2023年全球最富裕國家排名 台灣位列第14名 排在南韓、英國、日本、中國前面 全球金融雜誌公佈的排名 全世界前10個最富有國家地區 依序是愛爾蘭、盧森堡、新加坡、卡塔爾、澳門、阿聯酋、瑞士、挪威 美國和聖馬里諾 台灣就擠入世界前20名 位居第14名 人均GDP是73,344美元 全球金融雜誌指出 即使前幾年 新冠疫情衝擊全球經濟 但由國家並未受到太大影響 例如聖馬里諾、盧森堡、瑞士和新加坡等 這些小國家 主要得益於先進金融部門和稅收制度 吸引大量外國投資、專業人才和大量銀行存款 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卡塔爾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亦仍是富裕國家 另外澳洲排第22名 南韓第30名 英國第31名 日本第38名 俄羅斯第60名 中國就排在第77名 人均GDP只是23,382美元 曾任印度中央銀行總裁的知名經濟學家 賴家印認為中國可能對台灣採取行動 西方世界會對此作出回應 印度商業雜誌今天商業24日報導 賴家印是一場博客訪談中被問到 是否認為可能爆發另一場戰爭 賴家印說我希望不會 但我確實認為我們應該就中國可能對台灣採取行動 然後西方世界作出反擊 做好準備 有這種可能性 賴家印說 比較獨裁的國家的問題在於 什麼事都藏在領導人心中 領導人在想什麼不得而知 賴家印是美國芝加哥大學 布斯商學院金融學 結出講座教授 曾任國際貨幣基金首席經濟學家 印度財政部首席經濟顧問 在2013至2016年擔任印度儲備銀行總裁 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